你好 我想問一下你在香港一年賺多少錢 一年賺40萬左右 你這麼年輕一年賺40啊 你是做什麼工作的 我做麻將館現在上班了 你是老闆是嗎 我不是啊 裡面一個小職員 可以帶我去看一下你的工作是做什麼的嗎 都可以的 OK是吧 都可以 但不要認得別人 好 那我們跟著你走 好嗎 在麻將館上班一年賺40萬 他成功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到了 這個就是我做的地方了 我每天呢 上班前都要在這裡發佈先的 這樣就祈求公司生意興隆 順著有個客人自己拿了我們的爐 拿一條發財符在這裡燒完再進去打牌 燒完符 然後進去打 那你每天上班要做什麼工作呢 我們就是站在桌子旁邊幫客人抽稅 我們贏了錢就會抽稅 最高最高 幫客人贏過多少錢 我試過一局贏到6萬元 幫客人 然後你們店裡面抽水大概抽五個錢 就是抽三千 賺三千你們店 一次把客人輸的最慘的是多少 試過一招輸兩萬元都試過的 會不會有特殊服務 沒有說幫客人去買菜啊 送小孩上學啊 帶小朋友 一定會 客人打牌 因為很忙的 我們會幫他交水電梅 幫他抽小朋友 打到累我們會幫他按摩的 難怪他這四萬塊錢啊 我們會幫客人轉下手氣 就是客人輸得多的時候 我們會幫他代客 好 那客人來這裡打麻將手台費嗎 不收的 只是抽水的 客人想吃的喝的 我們都可以幫他買的 他想吃什麼 我們都立刻幫他出去買 在香港開麻將館要很硬的後台嗎 哦 不用的 我都剩下的牌照才可以開麻將館 還想問一個比較內幕的 就是客人如果贏了很多 他能順利的走嗎 一定可以完全沒有問題 我們還會安排車 找人護送回去兄弟哥的 有沒有遇到過出老千呢 出路線就真的沒有 因為我們有很多監控 而且每張桌旁邊都有人 之前有個客輸完錢之後 跑走了 我開門 怎麼算啊 沒有啊 我們公司自己幫他先給錢 然後就給回贏的那些人 好搞笑 虛擎走著 這一天工作幾個小時啊 一天就中午12點 回到晚上12點12個小時 會有雙休嗎 週末 呃 我們是翻山放夜 但是我們呢 其實放假的時候我們都會回來的 因為我們喜歡打麻將才會最寒的嘛 所以我們回來自己打自己 所以你是一年到頭都在這個麻將室 是 對著麻將 謝謝 謝謝你啊 拜拜 拜拜 生意辛龍 I am the sky